大家好 這次我做了玄瓦院衣座的座向分析 因為東南西北四的方向會影響日照 而日照也會影響到室內的氣溫 這次就是要看玄瓦院最不面的衣座 而大家在畫面所見的就是玄瓦院的藍面 這個是衣座平面圖的簡化版 首先是歸類為向東的單位 只有八室和九室 五、六、七、十二、十三室都歸類為向南的單位 雖然這個十二、十三室實際上是向西南面 但考慮到下指示的日落方向 太陽也只會曬到比較接近出口的位置 相反在冬至的時候就會有機會完全曬到入屋裏 所以將它們歸類為向南的單位 十、十一和十四室都被歸類為向西的單位 雖然十四室的廳和兩間房間的窗口都是向西南面的 而另一間房間的窗口是向東北面的 但考慮到它的外牆都是主要向西面的 夏天的時候 西斜陽光的熱力可能到了日落之後 晚上都會仍然影響到新內的氣溫 最後就是向北的單位 一、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室都歸類為向北的單位 十五、十六、十七室實際上是向東北面的 所以在夏至的時候日出之後會有陽光射到入屋裏面 但是都是集中於在窗口附近的位置 最後就是十五室 十五室有其中一間房間就是向西北面的 所以在夏至的時候就會有西斜 所以十五室整體上都是在夏至的時候就會 穩度比較高的 但是到冬天冬至的時候就會 沒有什麼陽光會曬到 最後再考慮附近建築物的影響 還有就是樓層的高度 越高的單位越少受到附近建築物陰影所阻擋 這座的東面和南面都會被 同一個屋苑的其他大廈所阻擋 這座跟它以南的B座相距較遠 所以在冬天或者冬至那天 中午時份的陽光就會特別充沛 而這座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很開揚的 所以這座如果是向西面的單位 會較易受到西斜陽光的影響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而北面特別容易受到季下風所影響 即是西北風 還有如果打風的時候 吹正乾麵 也會特別當風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